2015年12月在朝鲜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 有一名美国大学生去朝鲜旅游竟然被逮捕入狱了 并且一年以后变成植物人 出狱以后更加离奇的事情是回到美国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去世 那么这位美国大学生在朝鲜都经历了什么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和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位美国大学生奥托巴姆比尔的故事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留言 谢谢 第一张去朝鲜旅游 朝鲜作为一个封闭神秘的国家来讲 这种神秘也引起好多人想一探究竟的后续心 而这位美国大学生奥托巴 是1994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富裕家庭 90后 他爹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 家里的条件挺好的 挺有钱的 学习还挺好的 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还考入了弗吉尼亚大学 如果他不去朝鲜的话 应该是美国精英团队当中的议员了 但是事情发生转机是在2015年12月 当时还在上大三的他 由于对神秘的朝鲜十分向往 于是就通过一家青年先锋旅行社 报名就预定了朝鲜跨年旅行活动旅游 从此也踏上了一个不归路 事后大家才知道 旅行社十分不靠谱 这家旅行社这个理念是追求刺激和放飞自我 网页上的宣传口号更是花里胡哨的 写了说花更少的钱带你去 妈妈不想让你去的地方 宣传口非常到尾 非常具有煽动性 而对于本身朝鲜好奇的他来讲 是没有免疫力的 对不对 并且这些口号让他有一种错觉 就放飞自我 是不是就可以上朝鲜没所欲为了 于是就在这个月底也就是29日 这个奥托吧就跟着旅行团抵达了朝鲜 它的第一站是阳脚岛国际大饭店 这个阳脚岛国际大饭店是专门招待外兵归客啥的 是不是 普通朝鲜老百姓根本是无法进入的 一共有多少层呢 一共是47层 里面装修那富丽堂皇老带进来 号称朝鲜最有把力的酒店 那么为何贫困的朝鲜会有如此富丽堂皇的大酒店 装潢还这么好呢 其实这个饭店的确还是很有文章的 首先吧 它这个选址很巧妙 远离市中心位于大通江这个阳脚岛上 这个选址啊 其实有一定选妙的啊 第一啊 可以避免这个游客到市去乱跑 一个第二点的这个饭店呢 建在小岛那个最北部 三面淮水 唯一一个通往外界这个支友啥 阳脚岛这座桥 而这座桥啊 就好比天然屏障 普通老百姓呢 也没啥事也不能上岛上来呀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有效阻碍这个外国游客和当地老百姓的进一步接触 这个地理位置啊 其实非常巧妙的避开了朝鲜老百姓接触 五百姓新奇的一个渠道啊 并且也起到了对外宣传朝鲜的一种富裕 生活的一种作用 对不对 这一举很多得吧啊 而这个饭店这个玄机诡异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第五层 而这个第五层是不对外开望的 禁止游客进入 并且电梯这个五层那里啊 根本停下来 本着越神秘 就想一探究竟这个窥探心理吧 真的有人偷偷去看这个神秘的五层 到底什么鬼 潜入楼层的人发现这个五层这个房间呢 举家特别低 大概啊 只有其他楼层那个一半搞啊 楼道里贴满了各种关于宣传朝鲜这个画像啊 还有标语啊 还有一些对老美复仇计划的这个宣传口号 比如说这个美国知道的所有东西啊 都是我们的敌人 哎 我们要报复他 等等的一些宣传口号画报啥的 而这个神秘的第五层那个房间呢 哎 都是上了锁的 当然呢 也有牛逼这种旅客吧 游客吧 把这个房门打开呢 当游客打开房门 推开房门 却发现里面一堵墙 并且墙后面 还有楼道通往五层的另外一层 哎 五六万 而这种神秘而刺激的地方 正好激发了这个奥托 就美国大学生这个 喜欢冒险这种性格 介绍完这个羊娇岛饭店以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美国大学生 简称奥托吧 他那个名太长了 是不是 这个奥托到达朝鲜以后呢 参加了朝鲜的一些烟花表演啥的 是不是 过了非常难忘的一天 时间来到了约一日凌晨两点左右 他就娘们瞧着自己 头门潜入这个屋楼了 开始了冒险探险之旅 此时这个美国大学生 如果只是参观一下 溜着溜着你说就完事吧 满足下后期心也就拉到了呗 哎 也不会后期惹上那么大大麻烦 那么究竟这位美国大学生 怎么操作的才会被朝鲜逮捕的呢 那么我说一下第二章 哎 就是不作死 不会死的 而这位美国大学生 奥托嘛 哈 你像其他旅游一游客一样吧 去参观一下就得了呗 万万没想到啊 这小子撕下了一张歌颂最高领袖人 这个宣传海报 而这一幕正好被监控发现 要知道啊 朝鲜这个国家吧 对领导人那个尊重程度是相当大的 哎 在他们心目当中 国家领导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哎 对领导人那不敬 那还了得了 要不怎么说 那个旅行团也有责任 对不对 你去朝鲜之前应该说一下这个禁忌啥的 对不对 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还有这个生活习惯 千万不要挑战别人家的个底线呢 当这位大学生也是手欠 你撕人家壁画干什么呢 对不对 而这个美国大学生浑然不知自己即将带来的灭定之三呀 哎 旅行团结束以后 哎 当时是五天旅行吧 这帮旅友们来到了平壮国家机场 准备说在坐飞机 离开朝鲜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登机的时候 突然来了疾病 朝鲜军方的人员 把这个奥托给逮捕了 拖跑来 当时这个旅行团团长啥的 也没意识到这个危险 对不对 哎 就以为啥呢 例行一下公事 询问一下也就放行了呗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次竟然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那么为什么会是最后一面呢 后续发生什么事情呢 要不怎么说吧 人家这个美国奥托 咱们也是美国人啊 虽然说这个朝鲜和老美关系一直不咋地 哎 但是咋地 就给个交代吧 你不能什么平白屋去拉倒吧 这件事情又过了13个月以后 在朝鲜政府的安排之下 这个美国奥托 就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刚才说的是英语英语 对不对 大概翻译一下就是啥呢 奥托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还声称自己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 专门来朝鲜搞破坏倒乱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反常啊 我感觉非常不对劲 可能啊 也是为了获取朝鲜的一个赦免吧 早日回到家 你说你让我说啥就说啥呗 那么奥托真能宽大处理回到美国吗 哎 我们说一下第三个奥托之死 因为按照这个监控画面来看 是一名男子将横幅取下 就是宣传的海报 事实上这段录像是非常模糊的 无法确定这个画面当中 就是这个奥托 但是这个奥托也被纵罚了 纵判了 被判处15年的牢狱 罪名是颠覆朝鲜国家这个政权 这罪名其实亲蒙都不错 是不是 因为一张宣传海报 被指控15年的个罪行 这实在要让人非所思 那么为何会判这么重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是美国人 对不对 你要其他国家的话 道歉也就拉倒了 对不对 因为当时这件事情 美国前外交官呢 当时还说话呢 说的这个认为啊 朝鲜扣留奥托 就是看看美国对公民的保护程度 到底啥样 因为当时两国的关系非常僵硬 对不对 想通过这件事情 看看美国到底的反应 当然我在第一张当中也说过 这个奥托人家家里有钱 对不对 第一时间就请求白宫给予帮助 可是当时这个是奥巴马争权 当时对朝鲜 当时是处于冷战状态 非常冷战 而此举没有任何的进展 直到后来特朗姆上台了 两边关系才有所火和 这个双方都没一条解 这没多大事 你说就一个海报 你就把人放了 拼了点钱 不就完事了吗 朝鲜都没醒呢 他也是 是不是啊 你孙随推着欧外 孙随人情 所以说 在2017年6月份的时候 朝鲜就统一放人了 而此时距离他被捕 经过了多少天 十几个月呀 这好不容易释放了 对不对 而作为奥托儿家里有钱 是不是呢 赶紧派来最好的医疗团队 达成钻集去往朝鲜 但是当时赶到平壤医院的时候 这奥托儿已经啥 植物人做菜 经过仔细检查 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伤痕 而朝鲜政府开了一张啥 200万美元的招单 要求美国支付奥托儿 在朝鲜生活期间的医疗费 你说都植物人了 我给你照顾了 你快两年了 对不对 据当时这个媒体报道啊 这个账单呢 还被传到了美国财政部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这次个200万的医疗费 也没有支付吧 2017年6月13日 这个奥托儿啊 也终于回到美国了 但是一周以后 他就在自己的家中 实施了 这个本来植物人啊 他也不能死人呢 怎么还实施了呢 法医经过这个检查报告显示呢 这个奥托儿 由于大脑长时间缺氧 才导致变成植物影的 那么啥原因能导致大脑缺氧 是天天捂鼻子还是啥子呢 这就是不得知晓了 对于这点吧 美朝双方各持一词 特朗普政府啊 称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奥托儿 遭到酷刑的证据 其实就是叫唤那伙 但是证据真没拿出来 而朝鲜方面都说 当时奥托儿刚刚入狱的时候 是吃了一顿 这个朱佑 倒是中毒的 那时候就陷入了昏迷 他们这个医院一直在积极抢救 所以说不存在酷刑 而两边的说辞 孰对孰错 这个恐怕呀 只有当事人知道这个事情了 对不对 而事后啊 这个美国大学生 那个奥托儿吧 这个他那个名挺长的 我就简身奥托儿 他这个父母在美国 还起诉了朝鲜政府呢 2018年12月24日 华盛顿特区法院判定朝鲜需要支付5亿美元的配偿费 这死了 而这场官司呢 还真正还赢了 打赢了 但是有什么用呢 朝鲜政府根本就不会买账了 对不对 这件事情到现在也没有最终解释 也没有什么一个解决办法啊 可以说从此后这个事件来讲呢 这个旅行社都会提醒旅客 绝对不能进入洋交道饭店的五楼啊 对不对 你也别去啊 以上就是关于美国大学生去朝鲜的一些事情啊 虽然呢 这位美国大学生去世是个不幸的消息 但是不管怎么样 去别人国家旅行 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法规 封锁人情 哎 节目最后也得推广一下这个垃圾袋啊 我用了还是不错的 对吧 同时我开通这个橱窗功能 有需要的小伙伴不妨上这个采购一下啊 好 视频文案整理与网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批评执政 好 今天风格8点半分享到期结束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